亲爱的欢迎朋友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开始讲威科夫交易法 我们上一个系列主要是讲的根据道士理论的那一套 就是在每个市场都通用的这一套价格行为模式和市场行为模式 就是用它的方法如何看待一个市场的规律 大家不要着急用它再结合威科夫我们才能构建交易系统 它等于说是一个价的一个维度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成交量量的一个维度 因为同一个价格同一个K线成交量不一样 它所代表意义不一样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进行威科夫交易法 也就是说量价分析方法 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书里面也有一些根装战法量价战法 但是说句实在话都没有威科夫讲透 威科夫是真正的把这整套东西给你讲透了 好我们一起来 首先呢我以前公开课也给大家讲过了 威科夫的一个生平它的一些历史 这边不就介绍了 总之呢它就是华尔街将近一百多年前 刚开始的时候 威科夫先生他通过观察这个股票的盘口 就是他成交记录来发现的一些股票的规律 那么他的成交记录当时是一个纸带 就是一个报价机报价完它怎么报价的呢 比如说12.25的时候City银行花旗银行 它的价格是三块八 有一个人买了一万两千股City银行的这个股票 就这么一个报价条 然后一会儿12.30又有一个人买了 它是以三块九的价格买 而且是以五万七千手的价格买 那么他就通过这种报价单一个一个的去分析记录 然后呢就总结出了一套办法啊 所以呢这套办法实际上最原始的叫Type Reading 就是叫盘口阅读盘口解读 那么当年威克夫先生 他的所谓的这套方法 就是通过盘口解读来的 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一次我讲威克夫 我每一期都要结合盘口 都要结合成交记录 都要结合挂单 因为如果你不结合 说句真心话 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根本从哪里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一结合 你们看你们的感觉绝对不一样 好这一期呢我们讲威克夫的时候 我就简单的结合一下盘口 因为关于盘口啊 大家不需要了解这么深 那么如果有以后有其他的学员 还想继续学习的话 那么我以后会不断的去讲这个盘口的课程 但是在这个基础课程里面 就是最核心的课程里面 我不会讲它了啊 我作为补充课程 过一两个月吧 以后我再放在我的会员里面 或会员网站上里面 这第一次放的时候就不放了 好我们再来看盘口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挂单 挂单呢一百年前是没有的 现在是有的啊 第二个就是成交 他分析的主要是成交明细 第三个就是其他的 比如说他后来威克夫用的叫点线图 其实他的所谓的点线图 就是我们现在volume profile 就是上次我讲的一个 同一个价位里面有多少成交 其实他东西都是一致的 好 就是通过阅读这个成交记录 那么和他的这个数量成交量 威克夫先生呢就发现了量价背后的真正的意图 那么他就总结了量价我们来观察 主要是观察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供求 就是你不管基本面怎么样 也不管图形怎么样 他到最后能够拉动他价格的 还是供给与需求 是吧 供应与需求 那么能拉动他的供应与需求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 我们回来 刚才看到了 就是这些不断的盘口里面所体现的供应与需求 导致价格的上升与下跌 好 那么通过供给我们来研究是谁在买 那肯定是要找一些大的机构在买 他更有钱的人在买 我们找到他 然后呢 我们找到吸收区是哪个区间不断的有大的机构在买 哪个区间买 派发区 但是这些大的机构 大的资金 在哪个区间开始卖了 他跑了 好 还有对手和其他机构的成本 他们在哪些区间买的最多 他们不断的买的过程间成本是怎么样的 最后有一些支撑压力 筹码互换 其实通过研究这些 他的一些非常详细的这个成交迷信 于是威克夫先生就不断的思考 供求 吸筹 派发 还有支撑有压力 以及机构成本 好 最后他就总结了什么呀 第一个威克夫的三大法则 我们等会再详细讲 我这个提一下 第一个就是供求原则 就无论你基本面怎么样 无论你的财务指标怎么样 无论你外界消息面 总之翻印到最后就是供求 一定是就是供给与需求 供应与需求 好 那么我们等会详细看 第二个就是因果 因果 就是一定有一个因 才会有一个果 就如果前面没有一个吸筹区 后面就没有一个爆发区 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威克夫这个观点 我们可以说是部分正确 也可以说部分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种说法的话 就会让你认为 所有的股票都必须要有吸筹区 必须要有吸筹区 然后拉伸爆发 其实有时候不一定 也就是微信反转 啪 直接微信反转了 那么他也当然有因果 他的因呢 就是这个左边 这个跌的太厉害了 把所有的这个人就跌绝望了 跌到最后叫什么 卖无可卖了 就是市场上所有想卖的人 全部卖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这个因 一下子就上来了 他的果呢 就是因为全部卖无可卖了 所以就微信反转了 所以有些东西还要 不是说所有的 一定要有个吸筹区才会上涨 大家要注意 有些时候 卖单衰竭也会上涨 好 那么但是因果是一定的 就是因为卖单衰竭 所以他会上涨 因为有个吸筹区 所以才会上涨 努力没结果 这个也非常重要 到时候我们会详细一条条讲 努力没结果 就是说 本来我该做多大事 有多少结果 忽然发现 我再这么努力就没结果了 可能出问题了 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子的 是吧 你在那边努力个几年 发现啥结果都没有 那一定是出问题了 好 那么威克福就根据这些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 从盘口明信里面 总结了威克福的三大法则 然后我们再总结了 供给与需求派发 然后根据这个 他来有一套理论 就是识别 那么既然我们要做就是什么 跟大资金做 我们就跟装 大资金相对装 大资金 跟他做我就赚钱 那我怎么识别他呢 于是我们就有十多个概念 从抛售高潮到二次测试 跳跃小溪 跳跃小溪之后的回撤 是吧 还有弹簧 还有这个多周期共振 反正威克福他就有一套他的东西 还有抢购高潮 高车回撤 跌破兵线 这一波 就所有的东西 威克福他会有十多个概念 来一步步阐述 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规则 而他这十多个概念 和我们前面讲的 道士理论的那套东西 又是完美符合的 我们两个不同角度来阐述市场 一个从价格 一个从成交量 那么你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 所以我们来学习 这十多个概念 每一个概念我会详细的讲 然后我们来看实盘 学完了之后干嘛 跟随嘛 我们就发现 什么地方也装进去了 那么干嘛 跟啊 你跟就可以了 不要自以为是 不要在那边自措 自作主张 人家资金没进去 你不要比资金更聪明 你跟就行了 你跟着资金操作 那跟完了呢 怎么样 要调整了 为什么呀 那装进都跑了 主力都跑了 资金都跑了 你也赶快跑 它其实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我们通过成交量 我们来发现机构的秘密 发现主力进去的秘密 然后跟随 跟完了 主力走 我就走 主力在 我还在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然后呢 我们大概就识别 主力 所以说 威克福斯套方法 是一套量价分析方法 其实也是国内的 那些跟装战法的 一个主事业 好 这么说 大家应该很明确了吧 好 那么这一集呢 我就不举例了 我下一集就会一个个开始 在实判里面举例 下一集 我们就从供求开始 一个知识点 一个知识点 给大家讲透